這次疫情其實無論國外媒體或那個 就是也在談說這等於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實驗 過去可能就是遠距工作或是在家工作 可能是歐美比較流行 在亞洲地區沒有那麼流行 我是根據報導這樣講的 那可是因為這次疫情可能是加速很多企業 會去思考就是說 其實在第一線的人會比較危險 那遠距工作跟在家工作 它其實是有蠻多好處的 就是你三年前曾經接受過採訪 就是說遠距工作未來的影響可能是過程可能會更透明公開 其實這三年過來我們也看到一些 就是說比方說遠距開會的時候可以同步的錄影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過程公開 而且也就如你所想的就是說 它可以錄下來變成一個學習型的組織 一個組織上面的一個學習 我不知道三年過後您對於這看法還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遠距工作從過去您是那麼資深的在家工作者 然後過去可能您自己比較孤單 可是慢慢的可能這樣子的工作模式的人越來越多了 嗯 我確實遠距工作非常的資深啊 包含到現在都還是遠距工作 但是不是在家工作 就像您剛剛說的在家工作只是遠距工作的一個形式 那很多朋友們其實他遠距工作的時候反而給他有這樣子的能力去試各式各樣子的共同工作空間 我們也看到這三年來各種各樣的共同工作空間這個非常的多 那大家事實上是想要去一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 甚至去體驗衝浪啊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 所謂的數位遊牧民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台灣當然在所謂的金卡啊等等的這樣子一個簽證啊等等的一個方式 也是希望全世界這種既然他在哪裡工作都一樣 那不如來台灣吧 的這樣子的朋友們變成是我們的一個號召力了 那所以對這些朋友來講 當然我三年之前所說的就是 他中間自然可以留下錄影 或者是現在因為AI技術的普及 所以這個錄影直接就可以變成文字稿 那或者是說你在白板上面隨便什麼寫 他馬上就可以變成數位稿等等 這個目前當然是非常的發達 那但是另外我覺得也很重要就是說 越來越多人了解到說 遠距工作讓你能夠在新型態的一些地方工作 而不是只有在家工作 三年之前聽到遠距工作 大家都會想到在家工作 但是三年之後 像我自己遠距工作的時候 常常都是在仁安路三段99號嘛 是會重新實驗中心 我確實一個禮拜在那邊多待幾天 因為他開到晚上開到半夜11點 又好吃的網路又很快 然後會一直有各種不同的進駐團隊啊等等 所以也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可是這個是有點home away from home 就是他並不真的是我家 我並不睡哪裡 但是確實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以前三年前遠距工作 您剛剛講比較孤單的感覺 得到解決得到緩解 因為你有一群人可以就是一直分享食物啊等等 雖然他不是你的同事 你的同事在就是地球的另外一邊 但是大家在這樣一個共同的工作空間裡面 大家還是有一種家人一樣的一種感受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型態因為寬屏的發達 普及等等比起三年以前 大家現在想到遠距的時候不一定想到在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提到一個重點 因為過去很多研究報導說 過去比較在談在家工作的時候 都會說他們最大的覺得缺點是那種強烈的孤獨感 可是就像你剛才講的 就是其實當地域已經越來越不受限制 不一定是在家 就像你剛才覺得在那個地方 社創中心那這個通風條件也很好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現在通風條件比什麼都重要 網路也很快 那你有這兩個 其實大家就會很自然的就會願意說 那大家彼此還是用不同的辦公桌 但是其實你大概可以 像我們的地下室現在清出來之後 你可以感覺到說 那你旁邊每個團隊都還很積極的做事情 這樣子孤獨感就會比較沒有 所以這樣子所謂的孤獨感 其實現在是比較降低沒有那個感覺 我會這樣問是說 其實因為就像你講的 你是一個資深的在家工作 遠距工作者 其實過去的那個孤獨感 您當時就是還沒現在那麼腐敵的時候 我不知道您會不會有孤獨感 如果有孤獨感的話 您是怎麼去解決的 有像之前我跟另外一位同事叫高嘉良 我們都是Social Text這家公司的 當時我是顧問了的時候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做的工具本身 就是讓大家遠距工作的工具 就有點像現在Slack 或者是Facebook at Work Office 365的Teams等等的這些東西 這是我們在做的工具 所以我們當然要 所謂喝自己的香檳 就是自己的產品要自己用 那我們很快就發現 孤獨感是裡面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沒有下班時間 這個待會再講 對 那我們怎麼解決呢 一方面當然我跟高嘉良就會好比像說 每個禮拜月一天 那我們就去坪林的某個咖啡店 那就一起工作 但因為那是開放式的咖啡店 所以不但是跟老闆 或者是跟常來的這些常客 有一些社會上面的互動 光是我開車去那個咖啡店的過程 也是讓我能夠走出家裡嘛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每個禮拜挑固定的時間 可能一個禮拜一次一個禮拜兩次 大家走出家裡 然後到一個共同工作空間裡面 那這樣子等於是一個類似衛星辦公室嘛 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很有效的去緩解孤獨感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跟好比像說 我們當時QA的那個Lead 叫做Campier 那是一位這個很資深的 也是遠距工作者 那我們就會甚至他還會從 加州專門的郵遞紅酒過來 紅酒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昂貴的酒 只是他在喝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會透過視訊 然後一起開同一瓶酒 不是真的同一瓶 但是就是同一批酒 然後這個一起喝 然後一起社交等等 所以就是等於是雖然空間不同 但是這個同步的感覺 讓他不是只有 好像看得到一個玻璃 這個上面二圍對方的一些表情 而也是能夠去點一樣的食物啊 好比像說當時什麼GOLDEN BISH GB在台灣開了嘛 那我們就說他們在跑到阿頭去 然後我到台灣的之類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有相同的 或至少類似的社會經驗 等於是你們在營造一個 雖然分組在兩地 但是要嘛就是有共同話題 要嘛就是有一個共同的一種經驗 這就不會有那麼的遠距的那種感覺 對啊對啊 因為主要的孤獨感的問題就是說 除了工作上面的東西之外 我講別的對方都沒有感覺嘛 我說今天天氣很好 事實上他那邊在下雨 所以事實上就是 我們一般見面能聊的話題都不能聊 這樣子才是讓人有孤獨的感覺 所以我們如果去營造一種 欸沒有啊 我們就一直都是 好比像說開同一啤酒 或者是點一樣的食物 或者是固定某一段時間距離下啊等等 那這樣我們就會一直有社交的話題可以聊 所以這樣子人際關係 因為也有研究說在家工作或遠距工作 人際關係能力會下降 其實這些都是 所以我想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把在家跟遠距分開嘛 在家工作當然人際能力會下降 但是如果你在家工作是比較少的 你主要是靠遠距工作 那你走出家到另外一個共同工作空間工作 我覺得這個就是兼顧兩個的好處 就是一方面你的時間自由 然後不用穿得非常正式等等 但二方面你還是有同侪 而且工作累了還是可以一起喝杯咖啡啊喝杯茶這樣 你可以提到一個就是在家工作跟生活很難分開 這也是另外一個就是 就沒有下班了 對那怎麼辦 因為其實很多人他都會有這個困擾 就是說因為在家感覺好像變得更自由 其實更不自由 就是你早上起來你可能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你也沒有生活了 因為就跟你的這個連在一起 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做切割 對其實我覺得這要分成兩件事情來看 一個是所謂的被打擾就是中斷 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當然不希望一直被就是私人的事情打擾 但反過來講私人時間的時候我們也不希望一直被工作打擾 那當然您在媒體工作應該了解說 其實隨時都會被打擾 但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就是我可以把手機關機 然後就就算了的這樣子一個狀態了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要設定一個時間上面的一個邊界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好比像說有很多遠距工作者 會接到好比像說他的同事啊 或他的老闆啊 覺得說這件事情就是要現在處理 因為他有時效性 他沒有辦法等到明天早上九點 再給你看到這個東西 但如果你處在一個隨時都有可能被打擾的情況下 其實那生活品質也就不用顧了 可能你吃飯吃到一般手機箱 你又得跑去處理你的事情 那跟你一起吃飯的人感覺怎麼樣呢等等 所以我自己採取的方法叫做番茄中 那番茄中就是說大家都知道說傳訊息給我 或者寫email給我 我一定回或一定看 但是我一定半小時才會去回 也就是說在每一個整點開始到可能25分的時候 我就是很專心做我隨便在做什麼 跟工作也會比有關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我在上半時間好比像說 現在就是專門在做一個研究 或者是在探討一些相關的一些事情 讀論文啊等等 那我絕對不會讓我的手機或其他東西來干擾我 但是我很準到25分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手機或者是我就會去查email 那這個時候我就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去處理這種 我們叫做interruption就是中斷的事情 那這五分鐘處理完了 那我再處理下25分鐘的專注的事情 然後再五分鐘去被打擾 所以從我的同事的角度來看 我還是半小時就一定會回答訊息 只是說中間這半小時裡面 就是高達25分鐘 我不會被打斷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能夠設定出這樣子一種邊界的話 那從這個精神衛生的角度來看 就比較不會有一種 腦裡明明想的一件事情 你又被迫要去處理另外一件事情 結果兩邊都處理不好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也比較有放鬆或者休息的可能性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除了時間的邊界之外 空間的邊界也很重要 好比像說如果你這個遠距工作 那遠距工作你挑的一個咖啡廳 或什麼東西離你家走路非常的近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說 是有點像是你家的延伸 那但是為什麼不是乾脆在客廳工作就好 你一定要去走路60秒的一個咖啡館呢 就是因為它給你的就是身體 一個不同的感受 你在那邊的時候覺得我是上班 然後你一旦走回來 走回來這個路上 就已經在下班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進入一個比較放鬆的一個情況 所以即使是在家裡 如果你旁邊剛好沒有咖啡館的話 也應該要佈置這樣子一種一個儀式性的東西 就是你真的要打開一個門 或者是你真的要 建入一個密碼所還是什麼東西 就進入一個專門工作的空間 那這樣的話你出來的時候才有可能放鬆 其實你提到一個還蠻有趣 就是說你提到的是一個場域的轉換 就是可能一般人大家會覺得我從辦公室回到家裡 我終於不必換場域了 我愛幹嘛就幹嘛 可是你提到一個觀念是 其實當你要去做工作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一個第三場域的轉換空間 對 是的 當然它對很多人來講 如果家裡空間沒有大到可以做這個區分 它也可以是說 好比像說你用桌機的時候就是在工作 用iPad的時候就是在玩之類的 就是每一個人可以挑選不同的這樣一種 就是signal 就是它告訴自己 這是一個工作的信號 這是一個放鬆的信號的方法 其實我們提到工作跟生活分不清 會不會還有一個延伸的議題 就是說其實是 因為很多人都提到就是說 在家工作需要自律 自律的性格必須要很強 因為你才能去把很有效率的完成 當你很有效率的完成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把工作跟生活都緊密連在一起 你怎麼認為 這裡講的自律 我覺得可能要細一點談 最主要的就是說 就像我在之前 就是三年前那個訪問裡面講的 最主要的是 每個人要能夠有一種 我完成的工作 這件工作 我可以在 不在我在場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交付給別人 就它是所謂的artifact 那因為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我當時的討論 當然是說我們都在不同的時區 所以我當然不可能就是 我交付給你之後 我要被從床上挖起來跟你解釋 這當然是不行的 但即使我們在同樣一個時區 如果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工作 你需要別人給什麼材料 你交付什麼材料給你的下一個這個工作夥伴 這個東西把它界定清楚的話 你就不用反反覆覆的彼此溝通說明等等 因為遠距工作現在的頻寬 畢竟還是沒有面對面那麼高 雖然5G出現之後說不定可以改變這個局面 但是目前我們還是面對面那個白板 這個是最有溝通能力的嘛 所以我們如果在遠距的情況下 就是感覺上我們好像都在溝通上面 是有一種障礙者的感覺 比起我們面對面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這裡的自律是 對於自己的工作的成果 不要造成對方反覆跟你溝通的負擔 的這樣子一種能力 那如果對方就是不確認你的意思 看到東西常常都是未完成品等等 他不斷的需要找你 那這樣的話遠距的時候就會對雙方的時間 產生出非常大的這個損害 就是大家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來來回溝通 那還不如在同一個工作場合還比較容易 所以我當時講的這個概念 就artifact這個概念 我覺得跟自律是有關 可是跟就是一般所謂的自律感覺上 就是說幾點一定要做什麼那種時間性的紀律 大概比較沒有關係 我覺得比較是對於你的產出的品質 跟對你的上游的那個產出要求 這兩個東西的就是明確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其實因為像這次疫情過後 很多企業都已經開始嘗試遠距工作 然後很多的在很多的工作者也開始在 因為大家被迫在家工作嘛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一個還蠻大的實驗 所以像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自律這個 你延伸到其實它自律是另外一種 是對品質的要求 對品質的要求 那它還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會這樣問是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會主動去問 如果我想要選擇這樣的工作型態 那我應該要具備什麼條件 大家都會去憂慮我應該先準備好哪些 你會怎麼去建議 當然就是平寬啊 不過當然寬評是人權嘛 所以這個不用罪言 但是我會覺得為什麼我那麼強調平寬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現在視訊的這個技術已經相當發達 那但是呢 一個就是頻寬很高的時候的視訊 跟一個頻寬不足的時候的視訊 感覺是非常差非常多的 因為如果頻寬高而且穩定的話 我們還是會有種我們共同在場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至少就是說對方的一些表情 你可以感覺得到 你可以知道他注意力有沒有歡散 這是最重要的 或一些細微的表情 那而且說不定知道的程度還比戴著口罩來得多 所以那這樣子就會給你一種還算親切的一種感受 那但是尤其如果收音不好或者影像抽格 或者是你就是看著對方開始講話 可是其實他的臉就是先動一塊再動一塊等等的 這種情況下 其實人腦裡就會有一種那對方不是真人 但是又好像是人你要把它當作人對待 就有種這個uncanny valley 就是會讓人不舒服的這樣一種感受 尤其是在如果你常聽直播 那個直播音訊只要出現問題 大概就會有這種不舒服的感受 那長此以往的話 這個你跟你同事的關係就會因為這種就是 技術上的原因而變得比較疏遠 你就會覺得說那我還不如就是非同步溝通比較好 可是如果你全部都是用非同步溝通的話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孤單的問題 或者是說非同步的東西 因為雙方對於品質的要求沒有高到一個程度 所以變成來來回回造成溝通上面的 更多的時間的損失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追根究底就是要有一個好的 有品質的同步溝通的這樣子一種方法 那它時間也不需要多 像我們stand up meeting 都是站著開會 因為站著腳會酸嗎 所以大概15分鐘就可以開完了 但是一天有這樣子 一點點15分鐘半小時的時間 大家是同步的 這個對於大家精神健康都非常有幫助 所以如果您自己會覺得 未來有怎樣的產業是適合做遠距工作的 因為我們大家第一個想到一定是科技業者 理所當然就是適合遠距工作 可是因為就像我們剛才之前一直提到 經過這次那麼大的一個實驗 您覺得還有哪些產業會適合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的工作的器材 是能夠在你到得了的位置的就可以了 所以簡單來講像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這個手術是很困難的 你一定要親手才能夠動手術 可是在這個大Vinci這種機器出現之後 對後來我們就發現說好像不是 你只要頻寬夠 你不但可以在隔壁房間 你在隔壁縣市都沒有問題 你只要確定那個頻寬的水準是好的 對所以我覺得重點倒不是說哪一種行業 而是說這種行業所需要的那個工具 是不是已經到跟你人在現場一樣的那個程度 那有一些當然是很容易的 像您剛剛講的 如果是就是比較是研究開發 就是創作作品等等 因為那個作品本身 就已經是一個濃縮的一個東西 但是如果是需要非常高強度的彼此互動 那這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比像說舉例來講洗頭髮 洗頭髮就目前遠距就有一點點困難 對就是說好比像說洗頭髮的時候 然後這個就是它會需要知道你的狀態 希望你放鬆 然後這個之後剪頭髮的時候比較容易一點 或者是說這個什麼這個指壓的力道啊 會不會太重啊太輕啊等等 你要想像說就是所有這些維繫的 而且即時的 中間不能有時間差的互動 如果我們要全部透過VR 或者透過這種這個感知手套啊 什麼進去的話 那它兩邊需要的設備就會比現在我們一般家裡有的 要來的先進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邊的設備的投資就會變得比較高 那無形之中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種事情比較難遠去做 那但是如果你在這邊投資的設備比較沒有那麼高 或你創作的東西本來就是二維的 那你拿個iPad就可以畫圖了等等 那這個的話目前其實部分行業本來就可以 所以不是哪一個行業 而是那個行業裡面的那個創作的位置所需要的工具 是不是能夠足夠讓你就是放在離你家近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重點是它有沒有足夠的工具 對就是那個工具的可惜性 所以其實它是廚師 它其實有足夠的工具 它一樣也可以 當然啊 那我蠻好奇 就是經過這次 我們繼續談這場實驗 經過這次之後 那越來越那麼多企業在被迫使用這種 然後你覺得它會改變未來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有些人觀察大家會質疑說這是屬於短期的嘛 也就是疫情過後可能因為大家會回復正常工作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經過這場實驗 其實也會去思考說其實人是危險的 因為要戴口罩又怕被感染 那可能以後會AI化或自動化 那其實遠距就越來越需要 我不知道你怎麼去觀察它的未來趨勢 對我覺得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說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讓大家有了第一手的體驗 以前可能因為就是公司政策或什麼關係 大家不會有這種體驗 那一旦有這種體驗之後 當然它並不是萬能的 所以等到疫情結束之後 你也不會變成所有人就突然變成全遠距了 但你就會想到說 那下一次真的需要這個十個人都坐高鐵過來嗎 是不是一個人來就好 另外九個人在線上呢等等 就是就會開始變成像一個光譜 大家就會覺得說 某些時候往遠距這邊挪一點 對大家都有好處 那但是呢 並不是說一下就要挪到底向疫情 要求大家的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會變成一個hybrid 就是是一個混合式的一個模式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想說 哪些比較好的是一定要大家一起 好比像說整個組織 它每年如果要辦一個公事營或什麼 那這個時候人跟人之間就是 快速緊密的交流還是重要的 那但是好比像說 如果每個禮拜的例會 是不是真的都必要 大家在同一棟建築物呢 就不一定了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去做這個組織上的探討 這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投資嘛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一定都會去找 這種遠距工作的 能夠把我們所謂institutional knowledge 就是把你在工作過程裡面 所想到的一些東西 可以很容易的一面開會 一面就點藏起來 等等的這些工具 當你去試用的這些工具 而且很多是免費 或甚至是自由軟體 之後它就變成你的組織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接下來大家 就算只是用來聊天 瞎扯 那那個還是可以放在那一邊嘛 那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我們除了這個實體的空間之外 慢慢有更多的數位空間 能夠讓大家 在這個數位空間裡面 放一些新進的員工 他不用一個去拜碼頭 一個去問 開開在這邊 去把一些大家共用的文件啊 什麼看過 他對他所工作的場所 就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的這種所謂的institutional knowledge 那我覺得現在 大家如果在這個疫情中間 已經投資在這裡 而且已經累積一些東西在這邊 那疫情結束之後 其實你也不會把它刪掉 刪掉有什麼 有什麼必要呢 所以慢慢它就可以變成 你的組織文化的一個貢獻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 至少在催化底下 在這種情形催化下 其實催生出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一個搶先體驗嘛 接下來第二部分我想請教 它是蠻有趣的部分 但是也是嚴肅思考的部分 就像我在坊剛提到 就是說其實因為這次 伊朗副總統他也染疫 所以我們就會思考到 其實如果今天我們的政府體系 高層染疫怎麼辦 尤其您在那個 您進入行政體系已經多年了 但是您繼續是做遠遠距離工作 所以對您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奇 那您會怎麼去看待 如果說今天 今天需要 我們的官員 或我們的行政公務體系 需要被迫在家工作隔離的話 你覺得是可行嗎 如果可行它未來會 應該要怎麼朝這方面去走 當然是可行的啊 而且其實我們用視訊會議等等 這都行之有年 我們的行政院第二會議室 就是一個視訊會議室 那更不要說我們在 好不要在房中心開設的時候 本來就是個體透過視訊來進行會議 這些都是當然的事情 因為我們颱風地震 尤其颱風嚴重的時候 當然不會有人要大家都聚集 在同一個地方開會 所以我覺得本來因為台灣 尤其是天災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整個指揮體系 本來裡面就已經現成的 有這個遠距的成分 這是一件事情 但這主要還是在災害應變上 那第二個是說 我因為巡迴全台灣嘛 那我巡迴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透過遠距的方式 讓在台灣 好比像說台北社會實驗的 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或者是說在包含桃園啊 台中啊高雄 台東花蓮 都有類似的這個社創的中心 那他們也都有視訊的設備 包含我們行政院各地的 所謂的行政院辦公室 行政院的南區辦公室啊 東區辦公室啊等等 行政院所謂的各部辦公室啊 就是每個不同地域辦公室 也都有這樣子的視訊設備 那當然接下來 好比像說 縣市政府 他們在參加 行政院就是科技衛報辦公室 所辦的智慧城鄉的時候 他們也都是有 至少在他的縣市政府裡面 有一個園區會議室 是有這樣子的園區的設備 所以我想 並不是說每一個公務員 立刻就必須要 學會議室工作 但是在每一個辦公出所 至少有一個場合 能夠去這樣子的園區工作 我覺得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都是有所預備的 所以如果 所以其實你提到 就像你剛才提到 其實重點是工具對不對 對 就是說今天如果工具是普及 越來越普及 它其實都不是問題 對 可是它會不會 有些公務體系的工作 需要人面對面呢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嗎 還是真的可以全面的這樣子 因為你剛才提到 大概分成兩個 一個是說它有機密的性質 因為視訊會議的一個特色 就是你不知道對方後面 有沒有別人正在錄 但是其實你面對面 你說不定也帶一台這個錄音機 沒有人知道的 對 所以就是說無論如何 視訊說不定會有不特定的別人參加 然後對面不知道 但是面對面的時候 最多就是你 就是留下了你自己的錄音 但比較難說 好比像說你今天進來三個人 其實有第四個我看不到的人在 大概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高度機密性質的 大概它在視訊上面 除非你對兩個場所 都有同樣的這個安全上面的 就是保證 不然的話 它的安全的保證 會變成這兩個場所裡面 最弱的那一個 那同樣的如果你是 四五方一起開會的話 那你的安全保證 會變成裡面最弱的那一環的 那所以這個是可能 必須要注意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 在資安上面 我們也自動安全法 也投了專責的人力等等 所以一定程度的機密性 還是可以透過視訊來做 只是說這樣你就必須要事前 對於這兩個會議的出所 或者這三個會議的出所 有一些基本的準則 那這個資安處也有在看 這是一個困難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主要是限定的 就是說你的工作就是要去 好比像說就是中央山脈 然後去看那邊的就是4G的訊號 怎麼樣 或是你要做一些地理地址的 這個勘查什麼之類 那理論上 理論上你用無人機 或者是無人機加上機器人 應該都做得到 但是現在成本相當高 所以目前還是很多是人在做 那這些需要限定勘查的 踏查的這些東西 那目前短時間之內 也許無人機加機器人可以處理掉一部分 但是很多東西還是要比較細的去看 除了這些 那像在先 因為我們剛才談到很多 就是其實工具越先進改革之後 其實它可以很加速 就是它的那個障礙會越低 可是如果在心態上面 心態上面有哪些是需要克服的 因為大家其實大家會覺得 公務人員是最穩定的 朝九晚五 所以今天如果它變成是在家裡工作的話 它會需要調整什麼心態嗎 不過我覺得重點還是 就是有共同在場的感覺吧 就像剛才那樣 像我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常常開國際會議 現在都還是派機器人去嘛 那為什麼是機器人 而不是只是螢幕上一個我的視訊 主要就是因為 我可以知道對方的注意力 現在是不是在我身上 以及我可以轉動我的這個視角 讓別人知道我現在的注意力在哪裡 那這個共同在場的感覺 其實也不一定要用昂貴的機器人科技 其實之前我們常常就是用一個 簡單的一台iPad 然後放在一個有類似脖子的一種夾具 把它夾在椅子上 所以任何一個旋轉椅都可以突然變成我 然後甚至之前在士林地方法院 還就是直接把法官跑屁在上面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 有數位遠去開庭的法官這樣 對然後當然椅子沒有辦法轉動 所以你要靠旁邊的人幫你轉 但是就是即使是這種很 就是非常物美恰廉的這種方式 也可以讓人覺得說你是共同在場 而且你的注意力並沒有因為你在遠距而換散掉 那所以這個我們把它叫做遠距同步 遠距同步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形態上 並不需要做太多的調適 那您剛剛提到很多調適都是遠距非同步 就是變成說本來大家各做各的 但是還是在同一個辦公室 現在變成各做各的 而且你完全看不到對方 那這個是不同步的狀況 不同步的狀況 我覺得並不是所有人都很容易去調適的 那這也不是以公務員指這樣子 實際上所有人都很難去 在腦裡面想像說你的同事就在旁邊 但事實上你看不到他也摸不到他 你只能透過這個簡短的文字 來確認他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越多往同步這邊 越少非同步這邊 那文化上大家就越容易接受 那等到你接受到一個程度 我們說見面三分勤 那你透過高頻寬的視訊 也許兩分勤 那每次見面兩分勤 這樣累積到一個程度 你再把非同步的這邊把它變多 你如果一開始就變成非同步那非常困難 所以你的意思其實是應該 就算沒有因為像這種不幸的事件造成高層什麼 或是公務人員指 但是他其實是可以透過實驗 就是說一步一步 大家可能一天先一週先開放的一天 慢慢適應 是而且那一天裡面也是以同步為主 然後以非同步為輔這樣子 可是這樣我就蠻好奇 因為其實您當初剛加入行政體系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您是唯一一個就是遠去工作者嗎 其實也不是 因為其實在我加入之前 人事行政總處就已經有一個函 說如果公務員裡面有一些人 他因為網路的關係 他隨時都要回應網路上面的這些詢問等等 那這些公務員不但不受工作時間的限制 而且如果有必要也不受工作場所的限制 所以我當時是有一個依據的 是拿到這個依據 那當然這群公務員 不知道要叫什麼小編好了 這群小編 本來也就是在編制裡面 他工作的內容是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 就是屬於傳播的朋友 所以自然也沒有我們剛剛講的 機敏性或治安的這麼大的困擾 所以本來這群人就已經是遠去工作 那我可能只是 就是當時被做成新聞而已這樣 那我蠻好奇 就是說當人比較少的 人數比較少的遠去工作者 要去跟繼續跟還是維持朝九晚五的 在溝通上面會不會有困擾 當然如果這邊人數變多的話 那是當然不會 可是當初那種比較孤單的感覺 要怎麼去克服啊 對所以對於團隊來講 我剛剛講的他比較說 每天約個十五分鐘 有一個同步的stand up meeting 而且大家說不定 跟我不知道點一樣的外送還是什麼 就是去凝聚大家的相心理啦 這個是很有幫助 那對於自己的部分 就是盡量不要在家 是在共同工作空間 如果你旁邊沒有共同工作空間 你把家裡隔一塊出來 變成共同工作空間 都比較好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沒有辦法下班 然後非常孤獨這種感覺 所以一方面是工作者自己 要去在他的當地去組織起來 那變成是大家在共同工作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ambient awareness 就是你在旁邊 也覺得旁邊有很多人的這種感覺 不會有很多啦 五六個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的就是大的團體這邊 要很刻意的去安排 同步的共同的社會經驗 那我們很好奇就是 你要怎麼去教育那些 因為當我們工作 不只是跟遠去的工作 遠去不只是跟遠去工作 我們也會去跟 還在辦公室體系的工作 那他可能不太了解的工作 他也會有點不知所措 對啊 該怎麼跟你互動 你會怎麼去跟他 對通常我們就是直接邀請他 來我們的這個共同工作空間 像我們的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定期會辦所謂的社創巡迴 那社創巡迴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到一個就是 可能離高鐵比較遠的地方 那好比像說一些離島啊 或者是一些偏向啊 或者等等 那我去那邊就是 討論他們當地的問題 那當地的問題 其實是很跨十二個不同的部會 跟非常多不同的局處嘛 所以我如果一次 就把所有這些部會 全部都塞到那個會議室的話 其實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這個就是 travel cost 就是他旅行的成本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高的 時間成本非常的高 那所以呢 通常他們就是在社創中心 而且他們是透過整面牆的投影 所以我一來行政院的時候 三年多以前 第一個買的東西 就是上面這個牆壁的投影機 那所以這個 有了這樣子一個投影機 我就可以隨時 讓任何兩個空間連在一起 我可以透過即時視訊的方式 雙方都是播彼此 實際在的那個情況 所以雖然我們在 好比像說一個在台北 而另外一個在南投 那但是台北的這十二個部會 跟我在南投 跟南投當地的朋友 就會有一種 我們在一個比較大的 同一個空間開會 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情況 第一個它是高度同步的 第二個它只有兩個點 它沒有非常非常多點 那第三個 這個裡面討論的事情 都是怕人不知道的 就是不怕人知道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大家的那個戒心 會是最小的 因為你就是跟 一般你在場開會 是一樣的 並沒有任何任何的差別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大家習慣了 慢慢我們再加一些 額外的工具 像Slido 什麼東西上去 那加這些工具的時候 都是不剝奪掉它本來 大家共同在場的 這個感受 所以我們是在維護 共同在場的感受 的情況下 讓大家慢慢習慣說 但是有一些人 是在遠距 其實這幾天 日本也報導了 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還蠻感謝 就是你可以去 迅速的透過 建立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很快的做出 各種防疫的回應 所以但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 講比較憂慮一點 好了如果疫情 嚴重下去 其實大家最後都會被迫 必須要在家工作 隔離嗎 遠距 或者是政府 我覺得政府體系 一定會必須要走向這一步 我們會有這方面的 什麼準備嗎 我想剛剛講到的 兩個最基本 就是頻寬跟治安 這個這幾年來 我們大概都已經 準備得相當的充分 那主要的差別就是工作 上面的習慣 那這個工作上面的習慣 誠如你剛剛說的 並不是一下子 所有人都可以習慣 但至少我們 在每個部會裡面 大概也都有一些朋友 已經參加過 不管智慧城鄉也好 社創巡迴也好 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 遠距工作的作業 我們的電子公文的系統 事實上也已經 相當的ready 那我們也有蠻好的 就是責任憑證啊 等等的技術 可以確保說在遠距 刷卡的那個人 真的是你啦等等 所以這些最基本的 大概都在 現在主要的問題 只是文化上面的改變 以前沒有這樣子 一個動力 那或者所謂不可抗力 那但是你說的 就是說有一些 不可抗力出現了 這個文化到底 哪些人會調適的快 哪些人會調適的慢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講的 但是最好的就是說 每一個調適的比較快的 或之前已經調適過的 那我們有相當充分的 這個紀錄 把它記錄下來 像我們社創巡迴的 所有的技術上面的設置啊 或者是之前會議的紀錄啊 等等 包含我們現在 正在訪問這個側牌啊 我們都會放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當做教學啊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知道說 這其實沒有什麼好看的 而且有些人已經做過了 而且你可以去找他討論這樣 所以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教學平台 如果即使今天忽然 就是必須要 不可抗力的因素 必須要這樣 但是已經 第一個我們已經累積了 過去的一些的 就是至少一部分人 已經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但他也其實也是 如果真的碰到這種不可抗力的因素 他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實驗 是啊 所以你對於未來 就是工部門走向那種 遠距工作 你覺得他的可能性 大 應該說是 他的距離遠嗎 還是說他已經 其實遠距辦公 好比像說 國發會在推行的地方創生 裡面就有一部分 是公務員回到自己的家鄉 那或者像他們活化中心新村 裡面也有很多朋友們 可以在那邊辦公 或像我們海委會 其實是在高雄 那有些會議 如果是跟台北的朋友開會的話 當然高鐵還是很快 但他們也會 比較傾向視訊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本來就是有一個 大南方大發展的 這樣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慢慢 我們會就是把 過度集中在台北的一些行政 把它慢慢分流 那讓大家不但是 能夠去回到自己 比較熟悉的地方 去做地方創生的工作 或者說去支援 其實不在台北的 中央的機關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 行政事務等等 我們大概都會是在 有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把這些連起來 的這個方向去做 而不是一下子就說 好那你回家去上班 的那個方式去做 所以多點的 這樣子一種共同工作 已經是一個事實 而且我們也推動相當順利 那但是這並不是一下就 推到所謂分散的 就是每個人都在家裡 還沒有到這一步 但我們可以慢慢慢慢 讓即使就是有些人 因為不可抗力的關係 他需要個人個人的在家裡 但大部分的人 還是在這種多點的 辦公空間工作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它文化的改變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好像大家非得一下子 習慣一個 從來沒有碰過的一個狀況 而只是你本來現有做的 狀況的延伸 所以其實它會不會衍生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人才也可以多留下多元化 因為今天如果它多點的話 它今天不被場域所限制 它就可以留住它 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部分 對像地方創生 其實它裡面很多設計的部分 行銷的部分 文案的部分等等 都是線上的社群可以去做的 那這個線上的社群 它事實上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像您剛剛提到的那個口罩地圖 兩個主要的工作者都在台南 那所以台南的那個好想工作室 它是在就是他們 就是文化部的一個園區 那在他們的過程 工作過程裡面 他們從來不需要上來台北開會 他們就一直在台南 然後跟在地的朋友 一起有一個黑客送 然後去就是兩個工作天之內 就把這個口罩地圖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它完全沒有就是 它非得到台北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當然從你的這個 剛剛的問的角度 確實就是把人才留在台南 確實這樣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也可以多請教 這些在每個地方 去組織這樣共同工作空間的朋友 所以我們這次的口罩地圖 主要的開發者是在台南 那回到園區工作 其實我好 你從一出社會就開始做園區工作 當初有碰到一些困難點嗎 主要是平寬的限制 主要是平寬的限制 其他都還好 對啊 因為當時的平寬沒有辦法支持 高品質的串流 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會變成我錄一段影 然後你慢慢下載把它放出來看 然後你再錄一段 我慢慢下載把它放出來看 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大概到2008年左右 平寬才到就是 你差不多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光纖 你大概都可以有 還不錯的品質的視訊 的這樣子一個程度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大概就是以遠距為主 然後以面對面為父 2008年以前 像如果像Skype 一開始都還不是非常穩定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確實是比較困難 去營造這樣一種共同工作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會困難是困難 其實會不會這樣聽起來 其實困難都是困難在於工具 但隨著工具的演技 其實這些都可以刻薄 對啊 所以像我2005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就是 飛了全世界大概12個以上 不同的城市 去每一個去辦黑客松 但是我們在做的是同一個專案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如果沒有面對面的 先認識這些人的話 我們在溝通上非常容易出現誤解 因為我不知道你用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或者是說你的溝通的習慣是什麼 或等等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見面三分情 都已經見過一面了 那這樣我在主持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在腦裡就有對方的那個狀態 那這樣子見過一面 而且甚至我常常就是 跑去他家住一陣子之後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之後我們在線上溝通就沒有障礙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這個高密集的 這個高度同步的還是有必要的 那但是當時因為頻患不足 然後視訊的這些設備都不夠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個到處飛來飛去 來當作一個代償 那但是現在的話 如果是透過視訊 大概可以做到就是見面兩分情 你剛才又提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其實如果今天是 我跟就像一開始我們談到 就是說如果你要你可以營造 共同的情境或共同的話題 但是最重要的請題是 如果先有個實體的見面 然後再去做這下一步 大家會比較有更親切感 對啊 如果是一開始就陌生 在陌生的線上去 就是雖然有工作來往 但是沒有實體的見面 所以當然我要去營造 共同話題共同情境 它會比較刻意而陌生 對 就是說當然 反過來來講 你也可以就像我剛剛講 跟你的共同工作空間裡面 每一個其他人都是在不同的團隊 但你跟這些人有社會上的情感 關聯 那但是你跟你的同儕 就是團體分成就是線下 但是就不談工作 跟線上那就是只談工作 這樣也是可以 也是有人很成功的這樣子適應 但當然比較好的情況是 你跟線上工作部分 還是有一些線下的接觸 以及你跟線下的朋友 還是一起找一些事情做 即使不是工作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你 您覺得以後會是遠距工作的天下嗎 所以這工具越來越的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工具 所以它在適合用的時候用 那不要在不適合用的時候用 那不要在不適合用的時候用 所以它只是一個選擇 對 但它並不是會去取代 全面不是全面 而是取代大部分的 屍體的辦公室 有些人會這樣子用嗎 我是覺得實體它還是有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 雖然我們可以外送點一樣的食物 但我們真的很難一起煮菜 所以目前就是一起下廚這個行為 你靠視訊的話 除非你可以把那個香味跟溫度 都傳過來 不然就是很明確隔著一層嘛 所以就是說 當然隨著科技而來的進步 這個眼耳鼻舌生會 越來越多東西可以遠距傳遞 可是到那個時候 其實它就是共同在場啊 它也不會被叫遠距了 就會變成是我們進入一個 共同的虛擬空間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是到同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 place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 那現在我們線上的這些空間 space 還沒有辦法完全有共同的地方 place的這樣子一種感覺的時候 那當然就還有這些實體空間存在的必要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當然隨著線上的空間 可以越來越多傳輸 這些地方的感受 那當然也許以後有一天 就這兩個完全混在一起 你不會再去特別去區分說 哪些是線上的 哪些是線下的 不過這個可能還有十年以上的距離 十年以上距離 好 謝謝你 謝謝 你問什麼 你覺得我沒問到你想要補充的 沒有啊 大概都有問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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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氣